無線化妝大師陳文輝 在中秋設夜晚因肺癌病世 中年八十歲 今天在紅暗世界殯儀館設令 輝哥心前一眾好友 戰友齊來送別 李思琦 鍾景輝 張知閣 張寶芝 莫文蔚媽咪 周梁淑儀 蔡和平夫婦 陳志雲 羅諾林 吳宇 杜琪峰 李淺勝 薛家燕 迪龍 鄧瑞文 白雪仙 徐小鳳 劉德華 黎明 汪明荃 羅家英 亦有分別送上花牌 至於輝哥遺相Deborah 在寧堂上表現堅強 輝哥兩個兒子和孫在現場接受訪問 被問到輝哥當日患病的情況 他也是接受一個事實 他不是一個很悲觀的人 他是一個很正面的思想的人 他也是叫我們不用擔心 反而是擔心我們的子女和孫仔 我們都不停跟他陪著他 或者安慰他 大家一起 但我們都是比較正面一點 我們不會覺得很絕望的感覺 我們是一個很正面的 和他一起叫他努力 堅持 奮鬥 我們一直鼓勵他 輝哥有什麼可以傳承下去呢 傳承他的愛心 他對我們的責任感 和他對朋友的真誠 工作的認真 這些都是我們值得的 他的傳承 輝哥有沒有心願未了 心願未了 沒有的 因為兒子大女大 他外室都有 在英國 太小時候 就不幫忙回來 他的孫子都已經回來了 他那些孫子的小孩子 就沒有回來 都叫做 我們盡力 全家人都希望陪著他走出一步 盡力做到這件事 他的心願已經完成了 對 很好 多謝各位傳承 辛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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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琦今天親自來送別輝哥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輝哥也幫過我 他很多時候都會教我 怎樣對付某些事情 我應該用什麼態度 他會幫你 我也覺得他是另類的一種老師 他會為我說話 他會說 他很甜蜜 我也叫他長輩 因為他年紀比我更大 也入行比我更早 他在化妝間的權威 還有一些後來的人 多麼欠給他化妝 而我們呢 因為我們在戲裏 一般都是主角 他會照顧 關注我們的化妝更多 因為有些年輕的 他不懂 他可能會自己買一些 閃亮亮的粉 又或者是一些Brush on 塗到自己閃亮 這樣就出事了 有輝哥會很嚴厲的指責 他不能夠 因為他說 我也要跟公司交代 你們化成這樣 是不適合公司機器的規格 這些是很瑣碎的事 但你看到他的工作態度 所以其實 很多人都得到他的幫忙 也都很尊重他 這是真的 杜琪峰和輝哥 原來相識了四十幾年 他對我特別好 我跟訓練班 沒有錢買化妝品 是他拿的 我個人都自己買的 是他賺了一份 那麼 律業河也是在整個電視 也是真的 都又有一個支持 他 所以 就是 那是 有一點 啞燭 原來還有 我的